花季女孩被骗进了草丛 男孩从背后紧紧抱住了她 向女孩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女孩试着挣脱男孩的怀抱 可在她的花言巧语一阵攻势下 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男人拉起女孩的手 渐渐地向着杂草深处走去 而就在不远处的小道上 两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一切都被同学拍了下来 被偷拍的女孩叫鱼弱 从小就出生在一个贫困的乡村 父亲还是个脑瘫患者 肢体行动包括语言表达都易于常人 为了给女儿赚过上学前 每天一大早就会来到街道上 卖着一些女士内衣 在如此环境成长的愚弱 却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 凭借着与生俱来的独特嗓音 愚弱不负众望的 考上了首尔最高级的贵族艺术学校 在拿到女儿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父亲无比高兴地跑向了女儿 正在练习合唱的教堂 回去的路上 父亲开着车 两人有说有笑地赶回了家 因为考虑到女儿的学校在首尔 两个地方相差很远 父亲一大早便收拾好所有家具 告别亲属后带着愚弱前往首尔 行驶的路上 父亲一颤一颤地掀开箱子 从里边拿出了一张信封 信封里有着整整三十万韩元 可女儿看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到了新的学校 光是校服就超过了二十五万 只剩下的五万韩元 根本买不了一双新鞋子 脚上的那双还是初中一直在穿的布鞋 看到女儿闷闷不乐的样子 父亲的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经过长途跋涉 两人来到了新家这里 父亲迈着岁部来到愚弱身边 问他喜欢这里吗 这可是父亲花了大半辈子 辛苦攒下的血汗钱 虽然只有一事一厅 不过愚弱并没有嫌弃 因为有父亲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 在开学到来前 父亲在路边干起了老本行 可商场里的女人 见到男人在自己店门口摆地摊 上前直接数落了男人一番 并以他们没有缴睡为由 让他赶紧离开着 见到他脑子好像有问题 女人的态度更是十分嚣张 不远正在买东西的愚弱 看到父亲被推倒 冲上前抓起女人的头发 就开始殴打起来 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最终双双来到了警局 可没想到警察居然也歧视残疾人 并且当着两人的面告诉女人 惹了像男人这样的残疾人 他们万一弄个集体行动 到时候他们俩肯定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话语的讽刺之意 让愚弱更为气愤起来 最终在父亲的一声声道歉中 双方达成了和解 加油 이러니 무릎이 성할 날이 없지 加油 加油 我们加油 回到家后 父亲打开了锁着的柜子 里边有着一打现金 足足有十万韩元 买鞋子的钱有了 可还有书包还要买 于是父亲又从里边拿出了仅剩的第二打 拿到前后的俞弱 嘴里还是忍不住地吐槽起父亲来 很快 到了开学这天 这里全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俞弱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来到了新班级 因为是特招进来 俞弱不知道自己坐在了 班级的恶爸们常坐的位置 恶爸们拿掉她的耳机 让她去戴眼镜的女孩那里坐 很明显 眼镜妹的地位就是班里最低的那个 雨若不想惹事 收拾好东西还是来到了眼镜妹旁边 插曲结束后 音乐老师带着高三年级的学长来到了班级 准备挑选合唱人员 通过的话 合唱部拿来的 好 在经过层层筛选 恶爸为首的小美凭借优美的嗓音 被音乐老师选中 可又很快 她的风头又被天生拥有独特嗓音的 雨若浇灭 随着她的高音逐渐上升 班里的同学全都发出了惊叹 就连身后的学长也不自觉地被她的气质吸引 可这一举动却是直接惹怒了小美 从来没有人敢如此灭自己的威风 至此仇恨的种子已经在她心里扎根 之后的日子还算平静 雨若和眼镜妹成为好朋友 两人经常一起上学 一起购物 甚至一起唱歌 这天路过一个热闹的街道 雨若看到了在街道边正在卖女士内衣的父亲 不想让眼镜妹看到自己父亲的模样 雨若便拉着她急忙地想要早点离开着 可走着走着 父亲叫了雨若一声 眼镜妹不可置信地盯着雨若看着 雨若只好承认了那人是自己的父亲 本以为她会因为父亲的原因远离自己 没想到眼镜妹却热情地上前打起了招呼 同时跟父亲混在一起摆摊的几人 看到她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闺女 还热情地拿出自己刚烤好的串串地到了面前 自那以后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直到这天 一件意外的发生 彻底断送了雨若的学习生涯 学校组织了交友 晚上大家坐在一起玩起了游戏 因为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所有人都对新来的雨若感到十分好奇 恶霸小美直接问起了雨若家里是干什么的 雨若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脑瘫患者 便对他们撒了谎 听到雨若家里是搞服装事业的 众人纷纷流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其中也吸引了即将继承大韩集团的学长 经过一晚上的对视 男人又加重了对她的好奇感 第二天一早 雨若来到芦威里练习歌声 没想到身后学长突然跟了过来 她紧紧抱住雨若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意 其实雨若的心里也一直暗恋着她 在学长的一阵攻势下 雨若终于答应了她的要求 可这一切的发生 却被恶霸三人组里面的同学偷偷记录了下来 很快 女人便将这条视频传给了小美 小美看后顿时火冒三丈 因为学长在之前一直都是喜欢她的 看到视频里的两人过分行为 小美当即带领两个找到了和雨若关系最好的眼睛妹 想从她嘴里套出来关于雨若的一切 一番殴打欺负下 眼睛妹终究还是供出了雨若的身世 她的父亲根本不是开服装店的 而是一个接到白小滩的脑瘫患者 知道实行后的小美转头 就将这条信息告诉了学长 甚至还说出了雨若住的地方 学长收到信息后气势汹汹冲到了雨若的家里 看着周围简陋不堪的环境 嘴里竟开始口出狂言 表示凭她这种穷光蛋也配合自己在一起 说完还将烟头塞进她衣服里 这是对她无知的一种警告 为了不让父亲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 雨若将伤口贴好 当晚找到了小美 她知道这是肯定和她脱不了干系 将她堵在了一个胡同里后 拜托小美让她好好地读完这个学校 可雨若卑微的态度却并没有换来小美的原谅 骂完她后又骂起来雨若的父亲 而且还当着她的面前说出了脑瘫父亲的大名 这一举动无疑是彻底激怒了雨若 她抓起小美的头发 两人在狭窄的胡同里开始大打出手 你一拳我一拳地打得不可开交 最终虽然是恶霸的小美也依旧不是余若的对手 严厉警告下 小美竟然被吓得当场昏迷 要知道在这里上学的人不是有钱的富二代 就是财阀家族的继承者 而小美却恰恰就是财阀家族的女儿 看到女儿被人打得这么惨 两夫妻找到三人 用着强烈的语气威胁三人 让他们说这一切都是余若做的 并且要求他们在明天的会议上 当面告诉校长 是余若一直在欺凌他们 眼睛妹流着泪不敢看向面前自己的好朋友 在女人的施压下 三人包括眼睛妹口咬定了这些都是余若干的 余若听后心里一寒 父亲看到女儿被欺负的样子恨得咬牙切齿 可相比于正常人的她 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女儿不要被辞退 她站起身来 看向校长又看向小美的母亲 拜托他们不要追究自己女儿的过错 可女人看到男人这副可怜的样子 根本没有半点谅解的意思 女人又一次的出烟侮辱起了余若一家 加上校长也只是财阀门的傀儡 最终余若还是被校方劝退离开了学校 在出校门的那一刻 余若生气地对父亲说 他不想看到父亲为了自己这样卑微地去求他们 可他并不知道 父亲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他才变得如此懦弱 最后要摸到孔主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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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请愿输的成递引起了学生们的轰动 如果雨若召开反对校园霸凌大会 那么施暴者小美还有学长 很大概率就不能考大学了 同时收到信息的小美还有学长一家更是坐不住了 作为未来财阀集团的继承者 如果身上出现了这个污点 结果可想而知 此刻学长的内心恨透了雨若 同样在另一边 恶霸三人组再次找到了眼镜妹 他们翻开眼镜妹的书包 从里边找到了一张信封和装饰品 拿过手机看到他和雨若的聊天记录 这才知道原来今晚就是雨若的生日 而在另一边的雨若 还丝毫不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敲门声响起 以为是好朋友来了 可当开门的时候 小美和学长带着一群恶霸居然堵在了她的家门口 不顾雨若的阻拦 几人将其带进了房间 恶霸们准备今晚好好及雨若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他们将雨若带进了小屋 开始了一些不可描述的行为 甚至还录下了视频 在外边的闺蜜想要去救她 可以想到自己毫无背景诱斗不过他们 最终选择了放弃 这一切的发生父亲都是不知道的 因为小滩生意的火爆 她忙完后便跟着几个好友一起去酒吧庆祝 这边完事后 小美拿着录下的视频威胁她 明天去教育厅将请愿书撤回 不然就会将这些视频散播到网上 万念俱灰的雨若面无表情地答应了他们 当父亲回来时已经是白天了 看到女儿为自己做的热乎早饭满脸的开心 她并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一切 而这边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的愚弱 不成想在往后的日子里 曾经欺负过她的那些恶霸们 隔三差五的就会来到自己家 甚至躲在便利店都会被他们的人抓走带回家 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这一次恶霸们竟然要求她去接客 尽管雨若已经撤回了请愿书 可他们的手机里还有着视频 最终被逼无奈的雨若还是答应了 接下来的每天 恶霸们都会趁雨若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来找她 雨若不想父亲看到自己堕落的样子 在父亲面前一次次地强忍着 他将自己的这些事情全都写在了日记里 每次写完都会塞到自己打工的地方 直到这天晚上 他终于受不了了 看着楼下空无一人 雨若怀着对父亲的愧疚和世间的不公 选择了结束自己这悲惨的一生 当父亲找到女儿时 雨若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他不明白自己的闺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直到第二天 便利店的店长发现了那本日记本 将它交给了女孩父亲 当父亲看到日记里记载的内容时 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样 既喘不过气又无能为力 他一瘸一拐地跑到学校 想找校长讨个说法 可面对着被财阀统治的学校高层 他一个在普通不过的平民又能掀起什么浪呢 父亲用手指指向胸口处 是他们的学生烫了自己的女儿 校方闭口不语 男人又冲到班级走廊大声吆喝着眼镜妹的名字 学生们纷纷走出班级讨论着他们 里边的恶霸们更是害怕起来 而眼镜妹却像是丢了魂一般 出也不敢出 被学校赶出来的父亲又找到警局 将那本日记本交给了警察 想让他去帮忙调查 可警察却了解到死去的余弱 生前曾干过接课的事情 而且不止20次 更何况他又是学校施暴者 他们不会去调查这件事情 父亲听后心灰意冷地一步步走出了警局 傍晚 眼镜妹或许是良心发现 最终来到了余弱的家门口 在外边向他的父亲承认了一切 笔记本上写的都是真的 余弱根本不是施暴者 是恶霸们一直在欺负他 父亲听后紧紧抱着女儿的笔记 痛苦地哭泣着 既然正义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那他就来当这个恶人 第二天 眼镜妹找了个理由将恶霸们约到天台 他们浑然不知愚弱的父亲就在他们身后 在回头的莎娜 父亲拿着硫酸疯狂地 颇向了面前的三人 他大声嘶吼着 仿佛在正式宣告 自己和他们之间的战斗已经开始 很快 警方将男人公布到了电视 学长看到这条信息顿时慌了 打给同伴电话却迟迟不通 准备回家时 意外却出现了 当这群恶霸们醒来时已经来到了海边 男人虽然是个脑瘫患者 但他又不是个残疾 他开始一个个教训起那群欺负他女儿的坏蛋 用脚趾杀死一个人后 随后用电线解决掉了第二个 这时 学长不知哪来的力气 正脱开绳子跑向了外边 此时的外边已是大雨倾盆 在逃亡过程中 脚不幸被网缠住 父亲紧随而来 失去女儿的痛苦 让他在这一刻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他抓住学长的头 将他狠狠地按进水里 直到人没了挣扎的力气 父亲没有将他立刻杀死 而是等到了第二天 当他醒来时 用鱼钩插进了男人的嘴里 确认掉不下来后 再将他丢进了湖里 仇虽然爆了 可那个一直爱笑的雨若 却再也回不来了 父亲也失去了 对生活继续下去的动力 最终他也跳进了湖里 选择了去天堂 一直陪伴着女儿 至此 电影完结 女人到监狱里 探望服刑的丈夫 结果却因为长得太过漂亮 被预长钉上 几下来 偶尔与 居度所长 居度所长 为这里面的 我们的基督所 居度所长 我们是在 有助于 请 感谢 谢谢 祖长姐 毫不知情的女人喝下加了迷药的水后 很快便失去了知觉 在女人昏迷的时候 祖长不仅侵犯了她 还给女人拍下了大量照片 随后更是派人将她的丈夫带了过来 看着眼前正在被侵犯的妻子 男人瞬间愤怒到了极点 恨不得马上将祖长碎尸万段 可是却被狱警压着无法前进一步 祖长看着这个暴走的男人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甚至扬言要把女人卖给人饭子 男人要跟狱长拼命 奋力挣脱却遭到狱警一顿暴揍 直接晕了过去 随后被拖回了牢房 此时御长还不知道 他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天大的麻烦 男人叫老崔 出身黑道世家 在外面是黑道传奇人物 就在不久前 一群富二代来到老崔看管的夜总会消费 在酒精的作用下 这群富二代的要求越来越过分 为了寻求刺激 其中一人将药水加到了酒里 随后强迫女孩喝下 女人自然知道喝下这杯酒的后果 于是当场选择了拒绝 结果这却惹恼了富二代 对 哈哈哈 你拿过来 我 resembles吗? 对 我真的uldade 哪排 女孩的惨叫声传到了老崔的耳朵里 本着稀释宁人的态度 老崔本想带走女孩后便就此作罢 可一向跋扈的富二代却嚣张惯了 得理不饶人的他打碎酒瓶便朝老崔走了过去 结果却脚下一滑被酒杯当场击杀 虽然闹出了人命 可老崔却丝毫不慌 因为这次本来就是一个意外 不过他还是低估了富二代父亲的实力 他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这么蠢 于是动用手中的权力将老崔送进了监狱 因为富二代的死 老崔被判入狱五年 被判入狱来的 喂 哎呀 你怎么回来呢 眼睛光泪了 入狱第一天 面对狱罢的挑衅 两脚就将其踢晕了 aquela roommate 预长更是亲自接见 宋尚好言好久 还请他帮忙整顿一下监狱 我会忙关系 你会继续 某天 是 何人都不聪明 原谅 狗属一荒乱的 几天 黑社长的 狗属 你 黑社长的人 他是怎么在 我和森杨会找的 我会有一些 我会议 隔天放风时间 老崔刚刚坐下 七星派的老大大星 就带着小弟前来请安 表示一定会服侍好老崔 与此同时 被老崔一脚踢晕的 毒蛇帮老大戏狗 也带着手下过来赔礼道歉 说自己有眼无珠 没认出老崔的身份 希望得到老崔的谅解 老崔人狠话不多 三言两语 就让两个曾经的死对头握手言和 甚至称兄道弟 从窗户看到这一切的狱长 十分满意 从此监狱没了打架斗殴 两个帮派的人也和谐地相处在一起 甚至在闲暇之余 互相表演起了节目 由于犯人们的良好表现 整个监狱被评为模范监狱的称号 狱长也得到升职的调练 临走前举行盛大的庆祝会 甚至从外面请来了当红女团 为犯人们表演节目 犯人们看着表演听着歌声 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着身体 此时这里不是监狱 是自由的天堂 放纵的海洋 庆祝大会圆满结束 隔天就在犯人们还沉浸在庆典的余味中时 一个恶魔般的狱长便走马上任来到了监狱 而这个狱长就是富二代的父亲 在狱长心里老崔就是凶手 所以一直想置老崔于死地 老崔刚刚进了监狱 他就想方设法地调了过来 甚至不惜对老崔妻子动手 旁边的科长看着这个新调来的预长如此行事 便好心劝阻预长 但却遭到训斥 我能够能看清楚 我是基地调监狱的 新调监狱的过程 从美国像非常大 最后原来是 以可以借成的问题吗好吗 什么 伊泰昕 取决하겠습니다 啊 伊泰昕만抓으면 돼 你木 하나 날리는 것쯤은 문제가 아니야 闭上 科长无奈只好召集预警 进行突击检查 打 방动作 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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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不听话的犯人更是大打出手 刚刚平静没多久的监狱 将要再次混乱起来 犯人们突然被叫到外面干活 老崔察觉到异常气氛 叫来两帮老大 吩咐他们不要惹是服从命令干活 而通过窗户看到这一切的 狱长气愤不已 于是再次安排科长 让其将老崔大兴及戏狗 关进小黑屋 自己带领狱警开始搜查几人的房间 势必要找出老崔犯罪的把柄 在预警的一通搜查下 果然找出了大量的脏物 狱长拿着脏物威胁犯人们栽赃老崔 遭到犯人抗议 科长及时进行了镇压 老崔长 接着来到小黑屋直接将老崔带到审讯室 老崔一再解释富二代惨死只是意外 而御长却认定他就是凶手 发誓要让老崔蹲一辈子监狱 甚至栽赃老崔稀释毒品 面对诬陷老崔极力否认 却被狱警给吊了起来 我会再来一年多 你不能离开这乌子 你永远离开 别管 这乌子 别管 域长更是拿着棍子一顿输出 准备驱打成招 老崔宁死不屈 老崔宁死不屈 结果被一棍打晕了过去 儿子 幽默 世界地做人的嘴 什么 警察 我的鼾器 我的鼾器 этому是就 那ess Elaine altar TV 再跟人家 域长找来科长 让齐去劝说大兴和戏狗做伪证诬陷老崔藏毒 只要加上他们的证词和搜出的脏物 老崔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监狱 科长找到两人一番游说却遭到拒绝 得知计划失败的预长决定在谋塔法陷害老崔 为了栽赃老崔 预长将戏狗请到了办公室 承诺戏狗只要跟他合作就批准戏狗假释数据 面对自由的诱惑 戏狗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晚安系狗就被放出了监狱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叫来大兴和手下一番商量 准备逃出监狱 而此时大兴却告诉他戏狗 昨晚已经出狱了 老崔顿感不妙 猜测自己妻子有危险 很快犯人们制造了混乱 老崔顿感不妙 老崔则直接从侧门逃出了监狱 反应过来的科长及时派出追捕队伍 并向预长汇报情况 却得知司法部长会在两小时后前来视察 狱长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命令科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安抚犯人情绪 并隐瞒老崔越狱的事情 不过科长心里却有着自己的打算 逃出来的老崔四处打听妻子的下落 经过一番走访找到了毒蛇帮的老窝 在一顿友好的交流后 得知了戏狗的藏身地 来到地方赫然发现妻子正被戏狗控制在店里 老崔二话不说直接解决了看守的 正准备带着妻子离开 戏狗带着手下赶了过来 老崔还是拳脚先行 三两下就把戏狗的手下给解决 对着戏狗就是一巴掌 随后大声斥责道 我是不是告诉你不要动我的家人 戏狗赶忙解释自己也是迫不得已 并说自己会照顾好大嫂 让老崔赶紧回到监狱 听完此话老崔怒了 再次一拳挥向戏狗 戏狗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跪地求饶却趁机偷袭 一刀刺向老崔的腹部 老崔受伤倒在地上 在妻子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凭借最后的力气将戏狗打倒在地 随后赶紧带着妻子逃离了现场 此时戏狗的手下赶到并追了上来 为了妻子的安全 老崔让其先行离开 自己一个人出去引开追杀的小孩 结果没走几步就遇到了戏狗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一番打都下来 两人都受了不清的伤 双双倒地不起 这时戏狗告诉老崔 他已经将老崔越狱的事情告诉记者 只要老崔现在赶回监狱 就能彻底将狱长除掉 老崔也拿起电话 向记者透露自己已经越狱在外面 而此时的监狱长正陪司法部长喝茶聊天 突然一群记者闯入质问狱长老崔越狱的事情 事发突然狱长差点惊掉下巴 于是赶紧让科长将记者赶了出去 而司法部长却发现了端倪 立刻让手下控制了狱长 并搜出了他的手机 随即从手机上看到了栽赃老崔的证据 当场就罢免了狱长的职务 接着让狱警将其压了出去 影片的最后老崔和戏狗相互搀扶着回到监狱 科长也终于坐上了监狱长的位置 而监狱里由于老崔的回归 也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男人从钱包里掏出一叠带血的美钞 仔细清点后 他小心翼翼地将钱包用油布包好 塞到床上后 他去公厕里洗了把脸 回来时却发现他的床正被一对老外占用 他捏手捏脚地走进来拿走自己的行李包 想从两人身下抽走被压住的钱包 这时女人的手却搭了上来 记完一心只想拿回自己的钱包 却遭到男人的制止 瘦弱的他被男人粗暴地推出门 还被男人反锁在外面 他使劲地拍门 招来的却是男人的唾骂和嘲笑 经常住20块钱一晚旅馆的朋友们都知道 遇到这种没素质的人打不过就只能认命 他在走廊里睡了三小时 女人猜出来 机婉醒来后冲回房间 发现男人还在呼呼大睡 他从男人身下抽出自己的衣服 看来今晚他的20块钱是得打水漂了 他穿着单薄的衣服游荡在冰冷的大街上 这时他看到一个男人从公厕里出来 他见四下无人赶忙凑了上去 天冷他用衣袖包住手去拉冰凉的门把手 却发现门怎么也打不开 一直到有人来在一旁的投币机上投币 他才知道原来比利时的公厕 居然是这样收费的 他赶忙跟着男人混了进去 进了厕所的隔间后 他却不是来大小便的 他蜷缩着坐在马桶盖上准备将就一晚 凛冽的寒风从塑料袋的破洞里灌进来 他把帽子戴在头上 又把围巾厚厚地缠在脖子上 感觉身上稍微暖和些了后 他用公厕的卫生纸把脚包起来 用手紧紧捏住 这样冻僵了的脚趾头才稍稍有些暖力 他又把行李包扑在马桶的前面 178的大个子就这样缩成一团 躺在一米不到的隔间里睡着了 白天他在垃圾桶里翻找着矿泉水瓶 从别人喝上了瓶里挤干最后一滴水用来解渴 捡到发霉的面包后就把涨霉的地方掐掉 剩下的泽连渣都舍不得浪费全部塞进嘴里 这下免不了一阵上吐下泻 好在他住在厕所里倒是很方便解决 这天他无意中看到一个老人 将捡到的酒瓶拿到超市里换钱 他有样学样也捡来酒瓶拿去换钱 这下终于不用再吃发霉的食品 他还奢侈地买了一盒果酱蘸着面包吃 按照惯例他将面包渣都捡起来吃干净后 又用手指将果酱抠下来舔完 虽然捡垃圾收入微薄 但他无妨带车带吴老婆小孩的压力 日子倒也勉强过得起 本以为他会持续这样过下去 谁知这天在他从超市买完水回来后 却发现他这么多天白嫖的公厕 因为检修暂时关闭了 他再一次沦为无家可归的可怜人 独自在寒风中游荡 这时他发现路边有一堆勾火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他连忙凑到勾火前 一边取暖一边往里面添柴 很快几个混混走到他面前 说这是他们的火 还说不打他 但要他拿着包赶紧走呢 他连忙拾去地走开 谁知这几个混混却是拿他来消遣 围上去就对他一顿拳打脚踢 打完后其中一个混混 还把他的鞋丢进了河水里 他走到河边 想要把唯一的这只左鞋捡回来 却不小心一头栽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他浑身湿透洞的牙齿直打站 在凌晨两点的大街上游荡了许久后 终于让他发现了一个24小时营业的洗衣房 他跌跌撞撞地闯进去后再也坚持不住 无辜地上洒满了水就躺了上去 这时他拉开衣服的内斗 在确定钱包还在兜里后 他长舒了一口气 他迷离乎乎地蜷缩在角落里 宁愿挨动也不愿花钱包里的钱 只因这些钱 是卖掉他妈妈的尸体后换来的 男人名叫陆基丸 数月前他因为一场意外 无辜卷入一起案子遭到警方通缉 我妈 站住 去 去 快撤开 站住 别跑 慢着 我们已经躲开了 在和妈妈一起逃跑的过程中 妈妈不幸遭遇车祸 别跑 妈妈 妈 GM 妈妈临死前让她赶紧走 舅舅也劝她快跑留下来反而都要遭殃 她无奈之下只好放下妈妈逃命 事后舅舅把妈妈的尸体卖给医院 说这是她妈妈的医院 妈妈要她拿着这笔钱离开朝鲜 你妈妈的死心 病人的死心 你妈妈的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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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觉得羞愧难当 是自己害得妈妈无辜惨死 妈妈却在临死前 还想着用自己的身体给她提供帮助 她从秀里拿出随身携带的刀片准备自己利粉 幸好舅舅发现及时一把制止住 你妈妈的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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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的一番话骂醒了她 她打来一盆热水端在妈妈发生车祸的地方 将热水洒在妈妈的血迹上后 用抹布反复地擦洗地上的血迹 看着妈妈的血水缓缓流进下水道 几天前还活生生的人 此刻竟是天人永远 这一刻她再也忍不住 跪在妈妈的血水里痛哭流涕 这之后她用妈妈 留给她的一部分钱买来假护照 在黄牛的帮助下 跑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把判透到美衣课的部位 给你手刷具描决筹 Estados了 然后我描决筹 我描决筹 我所踏决筹 我不要谷碰 这个程度 腊椅三盆热尔 腌尔 坟尔 火上空 有点 我不要谷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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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和親 这是 不是 是啊 再次去那些带去那些带来的 如果要去那些带来的话 那些带来吗? 40元,赚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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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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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月的话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保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离那个时间还有两个多月 在没有正式身份之前 没人敢招他打工 我去看看 你去哪里 去哪里 你去哪里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此时他倒在湿漉漉的洗衣房里昏昏睡去 钱包被一个太妹捡了起来 太妹剑里面有厚厚的一点美钞 于是剑材起意给他来了个一锅端 没想到房里的监控给太妹拍得清清楚楚 醒来后的接完报警后 警察很快就抓到太妹李玛丽 不 别担心 我们就把钱拿起来 鸡丸走到玛丽面前 并问她是怎么处理自己的钱包的 玛丽却说 这不是糊弄人吗 鸡丸虽然生气 还是耐着性子让玛丽仔细想想 问她有没有把钱花光 玛丽不耐烦地表示钱都被她花光了 鸡丸说这是她妈妈留给她的唯一遗物 那笔钱是卖了她妈妈的尸体才换来的 听她这么说 玛丽才放低姿态表示会把钱包还给她 但她有个条件 她要鸡丸告诉警察她只偷了30美元 原来玛丽有钱科 按照比利时的法律 偷钱总额超过500美元就得蹲监狱 鸡丸无可奈何之下选择相信玛丽 她们从警局出来后鸡丸紧紧跟着玛丽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走到玛丽面前 玛丽看到她后转身就走了 男人只好叫祝鸡丸 说她是玛丽的爸爸 听到玛丽因为偷钱被抓 赶紧来给鸡丸赔偿道歉 谁知玛丽听到后 却回来一把抢破信封 看到里面只有几张钞票 玛丽正拖爸爸起身走了 鸡丸只好屁颠屁颠地跟在她的后面 玛丽将基因带到一家酒吧 让她在这里等 为了取得她的信任 玛丽把手表交给她做抵押 玛丽则转身走下楼梯 来到一群男人面前 原来她欠黑社会头目的钱 偷走基金的钱包用来还债了 她要头目将钱包还给她 当小弟将钱包交给头目时 她一把抢过来转身就走 结果自然遭到另一个小弟的礼貌问候 钱包被头目夺了回来 头目告诉她要想拿回钱包 就得在下周三帮她打赢一场射击比赛 赢了不仅还她钱包还有钱拿 玛丽只好答应 出来后她告诉鸡丸 钱包得等到下周才能拿到 鸡丸怀疑她说谎 于是亲自走下楼梯去找人 当她看到小弟们放在桌子上的钱包时 不由分说冲过去 就要小弟们把钱包找来还给她 这种自动上门找打的行为自然毫无效果 她被头目一番羞辱 玛丽害怕闹出人命 向她保证一定会把她的钱包找回来 积完这才灰溜溜地走了 玛丽把她带到自己的住所 这里虽然简陋 却毫不她之前住的公厕千倍 闲聊中玛丽得知鸡丸还在申请难民身份 无法打工只能靠捡垃圾为生 玛丽给她写了一个 当地人力资源公司社长的电话 让她报李允成的名号去找工作 她才得知玛丽的爸爸叫李允成 但她这样过去实在有些丢脸 于是玛丽给她找了一套衣服 人一下就显得精神起来 玛丽忍不住偷偷多看了几眼 积完这些简单体贴的话轻轻触动玛丽的心 她的外形和内在让她在玛丽心中加分不少 在玛丽的帮助下积完找到社长 她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叫崔丽敏 她被社长带到当地一家屠宰场去打工 非常感谢 很感谢 很感谢 如果有问题有问题 请问她问她 她是真正的尊重 谁知上班第一天 他就被工友关在了洞铺里 这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要不了多久 他就会被动成人棍 好在不久后 钢门被一个大姐推开 大姐告诉他案里面的绿色按钮 就能打开钢门 出来后大姐大声喝退了一群工友 他才知道这都是那些人的恶作剧 这不由地加深了他对大姐的感激之心 下班后大姐将他带回家 拿从工厂里偷回的猪肉招待他 他才了解到这个叫善猪的大姐跟他一样 都是来自异国他乡的难民 为了养活国内的三个孩子独自在这里煎熬 有善猪的照顾他终于不用睡在公厕的隔间里 这里虽然环境也差但好在有暖气 他舒舒服服的睡着了 玛丽这边如约来到射击比赛现场 他在拿到枪的那一刻往事突然涌上心头 几年前他还是职业选手 在他参加一场重要比赛前却突然得知自己病重的妈妈 被爸爸执行了安乐死 他认为是爸爸杀死了妈妈 还故意在他比赛的重要环节告诉他这个消息 导致他情绪受到波动比赛失利 父女关系也从此闹僵 这之后他自爆自弃沦为太妹 如今再次拿枪情绪依旧很难平复 并且他的手还发宝 头目拿来药剂要给他打针 他一把抢过来自己解决 在药效的作用下他发挥稳定 以0.2分的优势打败荷兰队的选手 1.2分之公 2分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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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目遵守约定把钱包还给他 还让他去见一个叫老该的财法 说老葛在他比赛时看中了他的优秀表现 他无心在和头目有任何交集 拿着钱包转身就走 看着钱包李鸡丸小时候和妈妈的合影 两个同样深爱着妈妈的人 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他守候在鸡丸下班的路上 等鸡丸回来后将钱包还给了鸡丸 本来到这里两人的瓜葛彻底撇清 寄完追上玛丽说要请他吃饭 感激他给他找回钱包 他从扇猪内戒来锅碗烤腾 在自己简陋的租房里 用简单的食材做了几道简单的饭菜 长期吃垃圾食品的玛丽尝了一口 味道净出奇的好 他也很久没在家吃顿像样的饭菜 这顿饭他吃得香甜可口 还专门把头发扎起来埋头苦吃 两人很快就把所有食材吃得干干净净 吃完饭玛丽起身准备回家 这是屋外传来敲击声 寄完告诉他 这是分茶水的人正在挨家挨户送水 如果让他看到家里有客人肯定会暴跳如雷 可寄完的房里一眼就能看到头 根本无处可藏 此时男人就在门口 未免引起男人注意 两人只好定在原地假装不在家 他们面对面几乎脸贴脸 空气一下变得灼热暧昧起来 寄完才发现自己由于紧张 还抓着玛丽的衣服 他尴尬地松开手 两人的情愫在此刻萌芽 转眼到了第二年二月初 寄完带着母亲的照片 再次面试申请难民身份 证明自己的确是来自朝鲜的人 他又将妈妈的尸体被卖给医院的事 告诉给面试官 面试官联系过那家医院 医院自然不承认有买卖尸体的事情存在 所以仅凭一张幼石和妈妈的合照 是很难证明自己身份的 如果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 他将被强制驱逐出境 无路可走之下 他向善珠求助 请求善珠在法庭上替他做担保 善珠满口答应并提出 要鸡丸请他吃鱼 下班后鸡丸买了鱼走在路上 却遭到九疯子的袭击 两个九疯子合伙起来 欺负他这个外地人 纠缠中一个九疯子 被自己摔碎的酒瓶扎伤 他小题大作躺在那里 呼叠喊凉 路过的行人不知情 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网上 让人误以为是鸡丸在闹事 鸡丸被警察抓了起来 玛丽得知后连忙赶到警局 可因为他和鸡丸无亲无故 警察不让他们见面 警察告诉他鸡丸将被驱逐回原机国 除非鸡丸可以申请保释 玛丽无奈之下只好求助爸爸老李 在老李的帮助下将鸡丸保释了出来 老李给鸡丸介绍了一个自己熟识的律师 说他可以帮助鸡丸申请难民身份 老李先礼后兵 说玛丽已经混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不希望玛丽身边的朋友像他一样不稳定 要鸡丸以后不要再见玛丽了 鸡丸无话可说 在老李介绍的律师帮助下法庭开庭 法官认为鸡丸提供的与妈妈在平壤的合照 不能作为他是朝鲜人的证据 因为这种照片就是旅客旅游也能随手拍一张 这时候给他找工作的社长证词就尤为关键 而社长说白了就是替人招黑工嘛 自然不会在法庭上替他作证 社长一口咬定他就叫崔丽敏 而当扇猪出面作证时 所说的话竟与社长出奇的一致 他被扇猪给卖了 法庭宣布他们掌握新的证据后重新开庭 当他追问扇猪原因时 扇猪什么都不敢说 几万没有问到答案 他失魂落魄的来找玛丽 玛丽告诉他家里有人不方便他进来 他被玛丽拒之门外 原来是头目找上门逼玛丽进行下一次比赛 玛丽想拒绝 却遭到头目威胁 头目撂下狠话后摔门而出 玛丽忙追出来去找鸡丸 却哪里有他的身影 玛丽又跑到鸡丸租的房里 看到这里空空荡荡 他不由的掩面痛哭 鸡丸误会了他和头目的关系 加上老李对他说过的话 他决定远离玛丽 在一家中餐馆里给人洗盘子 而玛丽为了彻底和头目断绝来往 故意在比赛中输给对手 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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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机丸正在工作时 扇猪找到他 他是专程来为 自己之前的行为道歉的 原来社长害怕 自己拉黑弓的是被揭穿 允诺要给他一笔钱 让他在法庭上说谎 结果事后社长没有兑现承诺 他也被发现没有签证 被警方驱逐出境 记完感觉自己申请难民身份的 是更加遥远了 在律师的办公桌上 他看到一张邀请函 是老李为纪念王七开的追悼会 他不请自来参加追悼会 看到他在现场主动忙进忙出 老李也不好多说什么 追悼会开始后 玛丽醉醺醺的赶来 他为爸爸安乐死妈妈的事 一直耿耿于怀 总认为是爸爸杀死了妈妈 又害得他失去事业 堕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此刻爸爸却在这里假人假一开追悼会纪念 他大闹会场 还扬言真的会死在爸爸面前 老李的劝解没有任何功效 眼看他情绪失控 激完突然冲了出来 他一把捏住玛丽手中的刀锋 鲜血沾满了玛丽的手 玛丽在认出他后停止了打闹 转身冲出了教堂 激完不放心跟着他回到家 发现他家里窜出滚滚浓烟 他急忙破门而入 看到玛丽家厨房的水壶早已烧干 他迅速关火后将烧红的茶壶注上冷水 来到客厅看到玛丽正躺在沙发上胡言乱语 这是一个老外走来要给玛丽打针 他冲上去将老外推到门外 玛丽准备自己动手打针 激完连忙赶过来制局 玛丽大声咆哮 激完剑劝不住玛丽 索性捡起地上的面粉 将一整包面粉都塞进了嘴里 药效来得太猛烈 他受不了这个刺激 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玛丽被他这个举动吓坏了 刚刚还迷糊的脑袋瞬间清醒 他急忙找来解药注入激完身体里 再经过一段时间后激完醒了过来 玛丽为那天晚上赶走激完的事道歉 激完却说 玛丽被他的深情所感动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他们一起买菜做饭 一起吃同一个苹果 玛丽趁激完睡着后给他涂上自己的指甲油 两人的感情甜蜜而温馨 两个有着各自苦难经历的人抱团取暖 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这天激完收到善诛的信 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后 把朝鲜的报纸找了个遍 终于在一份报纸上 找到激完母亲出车祸逝世的报道 这对激完证明自己的身份大有帮助 本以为他的生活将从此步入正轨 可意外却再次降临 老塞抓走玛丽将他带到头目的面前 逼迫头目答应让玛丽承包他以后的所有赛事 头目不甘心被老塞骑在头上 于是黑吃黑发生枪动 头目在枪击的过程中中重弹 他一枪爆了老塞的头 为防止被老塞的手下追杀 他决定带玛丽一起跑路 玛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整得有点猛 原来头目早就和荷兰人勾结在一起 准备联合起来做掉老塞 就在这时激完赶来 他要阻止头目带走玛丽 但以他瘦弱的身板 连受伤后的头目都打了 他被头目按在地上摩擦 最后还是玛丽开枪击中头目的手臂 这才将他从头目的刀下救出来 为了彻底摆脱头目的纠缠 激完安排和玛丽出国 他们约定好当激完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后 就去找他 一年后激完拿到拘留证后离开比利时 在另一片鸟语花香的国度里找到玛丽 至此录激完全片结束 这部电影剧情高开滴走渐渐落入俗套 宋仲基在里面的表演可圈可点 喜欢这个类型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名片